你不会真的以为所有蛋仔的身体上都只长出了两条手臂吧 众所周知蛋仔岛中的赶羊羊他身体上长出了两条手臂 但是小伙伴们你们知道吗 在蛋仔岛中还隐藏着一只恐怖的蛋仔 他的身体上只有一条手臂 你们难道不好奇身体上只有一条手臂的恐怖蛋仔 他究竟是谁吗 众所周知蛋仔岛中的绝大多数蛋仔身体上都是两条手臂 如果你的蛋仔身体上也是两条手臂 那么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用蛋仔岛中的最新蛋仔极光女神点一 在他的身体上也是长出了两条手臂的 并且我和学姐还发现 就连蛋仔岛中的狼族后裔 灰太狼的儿子小灰灰 在他的身体上也是长出了两条手臂的 对了小伙伴们 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 因为我设置了 只有蛋仔大神才能关注 不信你可以试试 那么蛋仔岛中隐藏起来的这只恐怖蛋仔 他的身体上只长出了一条手臂 他究竟是谁 今天我和学姐在蛋仔岛中发现了这只蛋仔 他叫雌木童子 仔细看他的左手臂是没有的 他身体上只长出了一条右手臂 所以说蛋仔岛中并不是所有蛋仔的身体上 都是两条手臂 官方还隐藏了一个恐怖蛋仔雌木童子 他身体上只有一条手臂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了吗